风灾过后台北市的河滨公园已经面目全非 到处都是沙石淤泥以及青岛的树木之灾 市政府公务局从9号开始 全力调派人员机具到现场 已经先完成开放疏散门的题外便道和停车场通行 将会陆续完成其他地区的复旧清理工作 那么礼拜天早上呢在凌晨6点的时候 所有的机具跟厂商就开始全力在进行河川的复旧工作 那么这一次我们发现淤泥的情况相当严重 那我们评估大概是因为山区的降雨量比较大 所以造成下游的这个吐沙淤泥的情形比较严重 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新殿溪的古亭跟中东河滨公园呢 它的淤泥平均深度都有超过50公分 那我们一般说是这个水深极西 我们这边现在状况是淤泥是极西的一个状况 由于自行车道和河滨步道淤泥相当严重 水利处将会加紧赶工 希望在两个礼拜以内把淤泥清除完毕 再来修复其他环境绿美化设施 那依照我们台北市的河滨复旧的SOP呢 我们是有律定如果在没有特殊情况下 三天内我们是要把这个 题外有汽机车通行需求的这个水防道路以及停车场 要完成这个清理复旧的抢通工作 那目前在昨天还有包含今天上午总共已经抢通了 9个基隆河系的9个水门 那也这个通往汐止方面的这个交通已经恢复 那接下来会在三天内会把所有的这个 这个题外的水防道路还有停车场 我们把它复旧完成 那接下来我们重点会放在河滨112公里的自行车道 还有人行步道 这个部分我们是预计会在一周内 做这个清理复旧完成的动作 接下来会在两个礼拜之内 把这些河滨的广场还有运动场所 还有一些河滨民众休闲的区域 在两个礼拜之内我们要复旧完成 采访过程中还有部分民众搞不清楚状况 只好在骑着脚踏车折返回家 水利处表示清理完毕之后将会公告开放时间 因此特别呼吁民众这段期间 不要到河滨公园游玩 以免发生危险 记者许超雄台北报道 sorry 吓到你 都怪BB宽屏太优惠 每月888标网120枚 想两年炫彩HD套餐 再拿千元购物金 上网搜寻BB BB宽屏120枚 每月888送炫彩HD套餐 让您看电影 风运动 玩综艺 还有脸红加心跳 再发你免费建置WiFi 让全家都可以同时上网 还送1000元7-11商品卡 快打电话找BB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